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是天剑门剑道 剑道已成 半途转入踏雪 只会事倍功半 海上升明月 天涯供此时 老魔头倒是留了一个空位子 老前辈 自乃天剑门太医剑法 以你的天赋 连他不难 骆长风始终没有传授我的全部剑法 天剑门湿入珍宝的密集剑法 在老前辈的手中 像是不值钱的东西似的 由此剑法 何处打不到人神寂静 多谢老前辈 多谢老前辈 你既然不是摩天阁的弟子 今后便以阁主相称 遵命 摩天阁出东阁和南阁以外 其他地方你自己随意挑选一处住下 是 退下吧 师傅 这周济峰毕竟是天剑门的弟子 为师自有打算 徒儿明白了 该转运了 恭送师傅 本想求助师傅解开锁链 现在看还是带着吧 师兄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师兄只是觉得 师傅他老人家总有点心不在焉似的 心不在焉 师傅刚才有交代什么事吗 这个倒是没有 只说了一句 什么 师傅好像转晕了 师傅毕竟年纪大了 骑之白则来会跑 能不晕吗 嗯 有道理 师兄 我一直想不明白 四世解叛离师妹也就罢了 为啥一定要师傅死呢 天心师妹也是个苦命的人 苦命 我要去疗伤了 这里交给你了 啊 师兄慢走 嗯 我也苦了 抽掉了三千点 幸运值累积到了六十 继续抽 这也不是太伤了 冲起 本次消耗五十点功得值 谢谢惠顾 幸运值加一 很好 看会儿天书转转月 之前也没看懂什么 便多出现了一些文字 说明天书是可以仓墓的 沉浸于仓墓之中 莫可自拔 好无聊呀 这只削 千木竟然在此膨胀 而且越长越快 师傅说四师兄要七天才可以度过此劫 怎么会这么快呢 七鹿几乎要生长到和摩天河高度一致了 舒服 胆打包天 恭喜四师兄踏入元神捷径 小师妹 师兄这么快醒了 土中已待了许久 不需要七日便突破了 哎呀 元神捷径的感觉真好 师兄掌握百节动鸣法身了 小师妹 瞧好了 胆打包天 突而知错 突而知错 嗯 四师兄 你的法身是需要关着才能释放的吗 只一瞬间 钢器化为虚无 师傅他老人家的手段太惊人了 刚踏入元神捷径 有些不适应 师傅人呢 这样这样这样 这样 哦 嗯 然后这样这样这样 嗯 六师妹修为被废 被关进后山面比思过 嗯 山上这两天交给我吧 你去汤子镇驿站打听一下消息 师傅出关一定会问起 还是四师修想的周到 我这就去 别惹事 放心 我可乖了 刚才那道传音警告 本以为踏入了元神捷径可以轻松一些 现在看来 查得远呢 听小师妹说 你是百年难得一见的修行奇才 呃 不敢当不敢当 见过四 四师兄 嗯 正好 试试手 嗯 嗯 白结洞鸣 这么小的白结洞鸣 你说什么 哦哦哦好强 哎呦我晕了 还没出手就把他吓晕了 哎 什么修行奇才 不过阿扰 宁可自财也不能挨揍啊 继续装死 这几人仿佛做了一场大梦 不愧是天数 只不过 还需要继续参悟 幸运值61点 抽奖 本次消耗50点功得值 谢谢惠顾 幸运值加1 难道是抽奖的姿势不对 四连抽 谢谢惠顾 幸运值加1 谢谢惠顾 幸运值加1 幸运值加1 惠顾 幸运值加1 真的坑啊 幸运值66点 66大胜 这次必中 抽奖 本次消耗50功得点 消耗幸运值66点 获得逆转卡乘1 这么多功得点和幸运值 居然只抽了一张逆转卡 找谁说理去啊 文主 心态不能帮 抽奖险恶 不行就车 抽奖 本次消耗50功得点 获得武器 为名 获得坐骑 必按 你敢信 积累了66点幸运值内波 只给了一张逆转卡 这波零幸运值 居然给了一把武器 还要坐骑必按 为名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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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